12月7日,珍珠港纪念日当天,美国海军举行命名仪式,将其最新的福特级航母2号舰正式命名为约翰F-肯尼迪号。 虽然命名仪式激动人心,但肯尼迪号航母仍面临诸多问题,计划接替尼米兹号的肯尼迪号航母目前无法部署运作先进的35C战斗机,这引来了美国议会的不满。 众议院规定,在兼容F-35C之前,美国海军不得宣布肯尼迪号航母服役。 CBN-79是第二艘以约翰·肯尼迪总统命名的航空母舰,已向这位老兵和前总统致敬。 肯尼迪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海军的一名上尉,并于1961年1月至1963年11月担任美国第35任总统,在任上遇刺身亡。 肯尼迪号航母是福特级航母二号舰,计划取代尼米兹级,是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新一代核动力航母,能搭载75到90架舰载机。 肯尼迪号航母金额尼米兹级航母相比,采用了23种新技术,包括新的推进系统、核反应堆、电磁飞机弹射系统、先进的起落设备、先进武器升降机、机械控制、新一代雷达和综合作战系统。 与后期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相比,这些创新技术将使飞机的出勤率提高33%。 由于采用了新的技术,与上一代的尼米兹级航母相比,福特级航母的全寿命运营成本和维护成本也显着减少,每艘福特级航母的全寿命经费比尼米兹级航母减少约40亿美元。 肯尼迪航母的项目主管麦克·巴特勒表示,在肯尼迪号航母的建设上,我们取得了显著的进展,通过我们的努力,下水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三个月,工时也减少了,这让我们非常高兴。 下水仪式结束以后,我们可以准备开始下一步的测试计划。 虽然命名仪式激动人心,但是西瑞的福特级航母肯尼迪号仍让面临很多问题,目前肯尼迪号航母可能无法运作先进的舰载型F-35C联合攻击战斗机。 美国海军原先计划先服役福特和肯尼迪两艘福特级航母,然后在2020年代中后期对两艘航母进行大改,以兼容先进的F-35C隐形舰载战斗机。 然而这一计划引来了美国议会的不满。 虽然距离福役还有一段距离,但美国海军依然对肯尼迪号航母信心满满。